哈嘍大家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关于我们的赞饼币获取 到底有哪些的管道呢 可以获取到我们的赞饼币 以及我们赞饼币商人 到底有哪些东西其实是必买 哪些东西其实不建议你们去购买 都会在今天的影片呢 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那我的频道呢 日后也会有很多 关于暗黑不朽的相关影片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开启小铃铛哦 才不会错过 那如果你觉得今天影片 拍得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超级感谢 或是加入频道会员 给我一点鼓励哦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那每次到月底 对不对 大家的这个赞饼币呢 肯定就不太够用了 那其实赞饼币呢 有一个最好获得的方式 就是赞兜通勤证 其实在40级前 其实要获得赞饼币 是非常非常容易 因为可以看到 其实大概每升一级 大概都150等等的 不同的一个补给 然后呢 可能偶尔还会有这种500 一次很大量的 所以其实战斗通勤证呢 一直以来都会是一个 获取这个赞兵币 很好的一个方式 那目前战斗通勤证 大概也是在两天的时间 你们看到影片的时候 可能是剩下一天 或是已经结束了 那这个的话 通常我们就会到月底的时候 就会进到一个赞兵币荒 对不对 就是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 可以获取到更多赞兵币 好那所以首先第一个议题呢 就是究竟赞兵币商人 有哪些东西是必买喔 好那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啦 如果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喔 第一个我觉得必买的东西呢 就是也绝对你的赞兵币 会是够的喔 就是传奇秘文石 喔那传奇秘文石的话 每月买一个喔 所以这个我觉得一定要把它买下 1600其实算划算喔 那再的话是凯尔森的谷物 这个的话我会建议你们购买啦 因为等于就是你用不用花钱 然后你就免费的去拿到了一个这个 呃保时能量喔 一个的保时能量 所以这两个呢 我会去建议你们去把它买下来的 因为其实这个是每个月一次啦 所以呢 你可能一开始在月初的时候买不起 那但是等你的战略通知证等级越升越高的时候 你还是会把它可以买起来喔 喔那这个喔传奇神秘的传奇物品 这个我就比较不会推荐你们买 应该说这个就是我不完全不推荐你们 在这个战略命商人购买的 因为传奇物品的这个东西呢 有太多的方式可以获得了 所以传奇装呢就不建议你们购买 好那秘文石的话 我觉得啦就是算是必买的一个品项 因为现在这个稀有秘文石 像官方可能有一些限时的活动 喔那或是说呢 可能在每天去远古秘境打的时候呢 可以送你免费的一个 那其他的管道其实获取的话 就是战略命商人了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很值得购买 因为你买的话 其实这个稀有秘文石 你去刷是有机会掉传奇宝石一星的喔 那再来就是你每次用这个蓝脸 其实有就会打到阿提 集到七个阿提呢 又可以再得到一个传奇宝石 你可以去制作 所以等于说你用一个绿脸喔 蓝脸你就是有七分之一的一个宝石能量的保底 所以会蛮建议你们去把这个每天把它买下来 好那再来普通宝石的话 我也不太建议你们在战略兵商人买啦 这个也是很不推 所以跟神秘的传奇物品一样都是不推的 那为什么不推呢 因为普通宝石一样也是你去野外商副本 或是说你今天去打这个野外 然后或者是说呢 你打一些隐秘洞穴 都很容易会掉 那之前的话是有一些人说 大概一天上限是12颗啦 那所以我觉得普通宝石其实没有必要在这边 然后花占品并买 但是透过占东通行证你也可以获得嘛 所以这个是我不建议你买的 那再来的话每周购买上限这个重铸石 这个的话我个人觉得啦 那这个大家可能有些人的正反意见良极 重铸石的话我觉得是我的话 我也会把它买起来 所以我可能最会先买的是这个 希尔密文石 重铸石我也会买 还有这三个直接进结论 这三个是我觉得必买的 密文石重铸石跟简易咒服 那简易咒服的话 其实就是它是一个很好变换成白金币 的一个东西啦 那所以这个的话应该 之后也会有影片跟大家做个介绍 所以这三个我觉得是必买的 那哪一个优先买的顺序呢 那我觉得你有钱的话 你就直接先把它买起来 那我觉得顺序的话就是 因为这个是每周嘛 所以你可能可以慢慢存你的 那个占免币 到礼拜天的时候 你可能再来做购买 那密文石每天都会更新 所以你可能每天都可以把它买个一两个 一两个一两个把它买起来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会使用的一个方式 那智识之药也会有一些人买啦 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我推荐程度大概是中 不会到很顶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智识之药的获取方式 除了你去打这个伊本法赫的圣索 对不对 你去刷里面的一些小怪 它就会掉了 再来就是呢你参加隐萌的活动 隐萌的活动就是这个集会 每天参加集会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算还不错的量的一个智识之药啦 的获取 所以每天晚上6点到8点 那现在大家常会抱怨里面的挂机的人很多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 如果你有参加这个集会的话 就尽量不要挂机 那就是可以节省你的时间 也可以节省别人时间 因为互相分享时间就会减少 所以智识之药有很好的获取管道 我个人就不会再推荐 花占品币在这上面 那简易咒服的话 目前就是每日任务会有嘛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 因为获取的途径呢 也没有到很多 那再来就是 它需要升到5级的时候 需要的量其实也不少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一定要把它买起来 好那接下来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实的部分 那现实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就也还好啦 那密文石你有多的钱呢 我会觉得就把它买起来 其他这些废弃材料 附魔之城就绝对不要买了 那如果你今天是复仇者 不休者的话呢 这边有密文石啊 一样喔 这个卡拉圣的鼓舞啊 还有传奇密文石 这三个 这三个我觉得一定要买的 那这个统御力的挥迹呢 因为是增加不休者的一些贡献值啦 所以这个的话喔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喔 可以也可以把它买一买喔 那但是这个 这三个我觉得是 如果说你是不休者的话 这个算是必买的 好 那当然你们有什么样的 不一样的想法呢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讨论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到 有哪些的获取的一个方式喔 那我大概就是整理了一些资料喔 那等等会给大家分享 就是相关的统整的一个表格喔 第一个的话就是挑战秘境喔 那挑战秘境的话 它其实会有这个 呃每周的奖励 所以说挑战秘境的话 其实每天都还是可以去排一排 喔 那其实挑战秘境的话 它的名次是这样的喔 它其实你只要是 我我们马上去看一下规则 应该是保底我觉得啦 如果说你只要有 稍微刷一下挑战秘境 应该要获得 200个这个都不会太困难喔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奖励内容 单人的话喔 如果说你是1000名以内 1000名以内 那1000名在一个伺服器里面 应该不会到 我觉得啦 应该不会到太难 那它是每个礼拜更新一次 所以每个礼拜呢 就会给你200个 至少200个这个 占品币喔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获取的管道 那我现在目前是落在100到300名嘛 所以是350个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占民币获取的一个方式喔 那再来呢就是 同样喔 是我觉得占民币一个很大量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掠夺宝库 那掠夺宝库在之前的改版呢 已经改成一个小时了喔 那不过 掠夺宝库是一个大量获得 占民币的一个方式 每个礼拜是有上限值了 但是你每次进区率的宝库 应该拿个200多的一个赞典币都不是很问太大的问题喔 好那 再来的话是一样喔 我们来看一下 挑战秘境的话呢就是 这个是要靠别人的喔就是 如果今天呢就是 那个有 呃有你的 伺服器有其他人先通关了喔 有其他人先通关了 你就可以 免费的就是 去 秤他喔 譬如说假设你的伺服器呢 有人通关 那你就可以去秤他拿到他通关的奖励 喔这个大概就是 首次通关奖励 这个就是你可以 去秤你伺服器的人 如果他一直往上爬呢 你就可以去拿到无蛇不等 所以可以 如果你有认识的话 就可以多多督促他一下 那再的话是 那个每日首杀喔 那这个的部分的话大概是 7天一次啊 那7天一次的话也会有200的这个 赞典币的这个 喔这个获取喔 所以你只要是每天都有杀一只怪 连续到第7天的时候呢 就可以再获得这个赞典币 好接下来是隐萌喔 就是 大家啦一起努力的 就是你的隐萌这边呢 如果说今天有解到不定等的企业累积到2万的话 其实可以看到 每次的阶层呢都会有不定的奖励喔 那当然这个就是 看你的隐萌的活跃度了喔 所以每个伺服器可能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那再来呢就是你的这个隐萌的阶级 那这个阶级的话其实是不用去看喔 是不用加入氏族也是可以有这个阶级的喔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你这个阶级奖励呢 一样也是赞典币喔 一样也是赞典币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破税借域喔 那我们的破税借域呢 其实是 在 近期的时候 开始开放的 活动嘛 那 这个破税借域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其实也是会有 赞典币的 那这个赞典币的部分 大概每个礼拜呢 你只要通关到12层 就会有400 400的赞典币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 这个破税借域 就是新的 新的一个部分 好那 再来的话是 每天活动啦 那每天如果你都有去 解相关的一个活跃值 保底送你100个 送你100个 好那 这部分的话 其实有蛮多东西是可以讲的 像我们的 战动通行证 然后战动通行证 刚已经有讲了吧 你升级 其实有很多 再来是你只要达到40级以上呢 你每次升一次 就可以拿到100个 这个赞典币 所以你如果一天升个 一两级应该还好 你就一天就可以拿到200个赞典币了 再来就是你可以去解这些 战薰 比如说你的主要属性提升 挑战秘境在网上爬 地獄股价等等的 这三个呢 都是可以有获取不等的赞免币 像刚那个是50 100吗 这也是100 那在玩家对玩家 像这个战斗等级 这边的话也是你只要一直在提高你的能力值也是可以获得赞免币的 那建议配置如果说你今天就是 解锁相关的一个 他的建议配置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获得 那再来就是战场 这边的话其实还蛮多的啦 那战场的话你只要达标好像都会送你大概是100吧 100左右 所以你只要再达到下次目标 譬如说我现在达到这个目标 要3100 达到的话他就会再给你100 其实是 非常的 其实是非常的 所以这个的话大概就是 统整了一下 就是所有的目前可能可以获得 赞免币的一些方式 那这个统整的表格我就放在这边 那这边就给大家参考 那以上大概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相关的影片 的关于赞免币获取以及该购买什么样的品项才比较划算 的相关内容 那 有哪些的管道可能我漏奖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讨论 那谢谢你看到这边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支影片的话 一定要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那也可以点击超级感谢 或是加入频道会员给我一点鼓励哦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大家拜拜